这个系列的安排呢 主要是以这个四圣地 所谓四圣地就是佛呢 来这个世间为众生 开示这个生死跟解脱的因果关系 那在这个第一讲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佛教呢最基本的一个信仰 就是讲轮回 那在讲这个轮回呢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轮回呢 根据佛法说 就是讲三界六道的轮回 不管在哪一道哪一界 就是一种苦的果报 那什么是轮回呢 我们身为人 我们可以说叫做今生呢 我做人 那么 人是从哪里来 时候去哪里 这是所有的宗教家 都要解大的问题 那对一般人呢 他可能不去注重这件事 但是 我们人呢 是因为呢 在追求生活的舒适享乐 所以呢 对这件事呢 比较不注重 可是 当你活到某个年龄 你就会想起人生 究竟怎么回事 然后呢 你就有你所应该面对的问题 去怎么抉择 抉择什么呢 你就会走向这个宗教的道路 那宗教是不是一种迷信呢 其实宗教里面有迷信的人 也有不迷信的 包括 这个科学 很多人信科学 科学也有迷信 也有不迷信 因为科学家的话 也经常被推翻 你绝对相信他 也不一定对 那么 这个 我之所这样说 是因为呢 要告诉你 这个世间 从你活到今天 有很多东西 不是因为 你的能力 能够分别的时候 你只好 听来 听听看人家讲 然后呢 你会怎么样呢 有时候你用你的这个 自己的能力来分辨 看对不对 有时候呢 你自己没有能力 你只要全凭相信 那么 在这个 宗教里面 经常谈到一些人生的问题呢 经常超越过 我们一般人的能力 往往呢 就要牵涉到这个性的问题 那在这里呢 我在讲这个 轮回的时候 当然我要尽量 说服你 让你自己呢 去 认识 因为不可能 凭着我这几句话呢 你就一定就会相信了 你要自己去多方面的去观察 根据我讲的话呢 你到处去看 是不是 那么 轮回的意思是说 你 今生 并不是开始 也不是结束 意思说呢 你有过去 有很多生 生了又死 生了又死 一直到今天 然后呢 你 今生死了 以后你还会继续 又再生死 一直生死 那么 这样的 生了又死 生了又死呢 以现在的语言来说 叫做再生 再生就是 rebirth 就是recarnation 那么 这个 如果生了又再生 每一次都做人的话 那就 还不算是轮回了 根据佛法说 轮回呢 是有所谓的 六道轮回 是你不是绝对 做人 有时候呢 你会做其他的生命 那轮回啊 这种概念 什么时候开始有呢 轮回在 中国人的古代 也有人相信 如果你没有看一些 中国的神话故事 就讲到了 有时候呢 这些天人 来人间 地上药金鬼怪也来人间 来人间 闹了一场 然后他又离开了 其实这是一种轮回了 那么 在这个 印度 印度人 早在释迦牟尼佛 在印度降生之前 他们就相信轮回了 就相信呢 有过去生 一直生死轮转到今生 那基于说基督教吗 其实基督教的圣经 在这个早期的经典里面 也有讲到轮回的 那么 根据圣经的记载呢 有一位先知 叫以利亚 他呢 就是前世呢 是某某某某的 另外一个先知的转世 那么 这个轮回的 这个 记载呢 在天主教时期 在罗马 一个 王后 她呢 因为可能因为轮回 讲到这个果报的问题 她呢 就认为 不适合 因为她造恶多端 她就说应该把这 这几句伤掉 结果后来呢 圣经就没有了 这有关轮回的这样说法 但是里面还是有关一些 轮回的句子 那根据这个 圣经的这个 讲法呢 因为那一部分上吊之后 结果只剩下一生的轮回 一生的轮回就是 你今生死了 要么你就升天 要么你就下地 这个叫做 死后上帝的审判 但是 原本圣经呢 并不如此说法 那么在这个 因为这个轮回 是我们前生 跟来生的事情 我们今生 并不知道 那以佛教来说 是否呢 有可能知道 根据佛法说 有些人呢 能够知道自己的全身 那么 我们先不谈全身 我们就先谈 这个生命 有哪几种 那我们一般上呢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我们只看到人间 有人 还有其他的动物 就是 这两种类 就是我们人最高等动物 但在佛法上说呢 不止这些 还有些我们人看不到的 那么 如果呢 你看不到 你不能说没有 比方说 世间很多人都认为 有鬼的存在 那么你不能因为你看不到 你说没有 你应该设法去接触 碰到鬼的人 看他们怎么说 那么 去在一些有鬼 在影响的一些场所 去了解 升级设法去接触 这些鬼 那么 当然 鬼在佛法来讲 并不是 一般人所认为的鬼 这个等一下会讲到 那么 以现在来说 我们就叫把他们这些 成为灵界的众生 这位鬼 就是不是人间的人 另外一类 另外一个 警戒里面的一些众生 如果你有去接触一些 民间信仰 就是有所谓的 这种叫做匠神 就是基同神匠 降到身上 以佛法来说 这一类的神 降在基同身上 多数是鬼 然后 那些人就可以 向他问很多东西 这些鬼 他们有一些 小神通 可能问一些东西 他会知道 那么 也因为这样 就有很多人信仰他们 而这些人信仰 是因为信仰 这个鬼的一些 小小的某些能力 就是预知的能力 还有他有一些神通 能够协助处理一些事 但是 从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知道 人以外呢 有另外一些 我们人看不到的生命 高级的生命 能够跟人沟通的 那有些人他不只是从这方面可以看到 他甚至亲自看到鬼 甚至有些人跟鬼谈话 比方说 比方说 曾经有一个 一个人 他家里呢 经常呢 墙壁有一些手印啊 那么有一些怪声音出来啊 那就叫一位 一位 修行人吧 我说他修行人 那么 他就能够看到东西 他去到那边一看呢 他就看到 他说什么 哦 他说 原来呢 他的死去的这个 一个亲人呢 要让他知道 他有一些事情要交代 但是他家里的人 不知道他的存在 他就做一些古怪的现象 让他们觉得有东西存在 然后这位修行人 就跟那个鬼沟通的时候 原来他需要的一些东西还没了 生前还没有了解东西 就安装他的话去办 结果那些现象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鬼话联篇嘛 你应该去多去接触 这些鬼话联篇的那些人 怎么讲他们所遭遇的事 关于这个 这是一个 我们说鬼嘛 那畜生呢 畜生 我也有听来一个这样的故事 当然佛经里面很多这类故事 那新加坡我也听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就是在这个 以前小波的海南街里面 有人开金店 金店的对面呢 是咖啡店 然后金店的 这个老板没有养狗 咖啡店的老板养了一只狗 老板托梦 让他梦见呢 跟他说呢 我呢 前身是某某人 在那金店里面当伙计 那么因为呢 我偷了那金店的一点钱 结果呢 我今生堕落做狗了 那为了偿还这个债务 我每天晚上呢 就过去帮忙看门 那个老板做了这个梦 他就在梦中问那只狗 他就问那只狗 啊 你欠他多少钱 那只狗跟他说 只欠几块钱而已 那各天早上呢 这个老板 咖啡店老板呢 就拿了一笔钱给那只狗 那狗呢 咬了这个钱呢 就放在金店那边 那以后不去看门了 现在是狗话连篇 那么这个故事 就是说呢 那只狗做了人 他轮回呢 因为做错了 他要还债 他就轮回堕落做狗 这种故事哦 你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 圣吉曾经在报章 中国报章有记载 有一只猪出生的时候呢 他的皮上面还 还毛上呢 长着那个 一个字出来 那个字呢 就是某某人的名字 那么 这些哦 都是说明了 有一种轮回的 的迹象在里面 那还有 有些人哦 他出事的很多东西 不用学 他就会 你一讲 他就会 那以佛法来说呢 这就是他前世 学习过了 他还记得 所以你一讲 他就会 再来呢 有些动物 他不用人教 他一出事啊 他就懂得 他应该怎么样生活的 如果你没有看过 一些纪录片 尤其是海龟 海龟呢 他一出事 小小只的海龟 他就懂得 向这个 大海游去 而且呢 他知道 他快点逃命 根本没有人叫他 那么 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 乌龟 他存在着 一些记忆 让他知道呢 他应该怎么样的去 去维持他的生命 那么佛法讲 这是他的 夜戏 轮回带来的夜戏 那还有 如果你们有去 接触一些 有关催眠的事 在催眠的过程里面 往往呢 有些人呢 他会说出 他的前身 那么 这些催眠 说出前身呢 也有被报道过 他把前身的 那个警戒 讲出来之后呢 大家去查 查的时候 真的有 这样的一回事 那么 这个是 一个轮回的 证明 那再来 有些人 他修行之后 他修在这个时候 有神通 他能够知道 一些过去的事情 跟未来的事 那这些人呢 他会亲自讲出 你这个人呢 是哪一 过去世 是什么人 今生是谁 那他们也有 能力知道 那当我讲了 这些现象 可能你都很新鲜 第一次听到 那么以后呢 你应该多的 去观察 看是不是 有些现象 那么不要 因为自己呢 没能力去证明 就否定他 我用一个比喻 比方说 如果有一个人 他跟你讲 他的公公 是谁 样子是怎么样的 那么 他公公已经去世了 你呢 也没办法证明 他也没留下照片 那你这样听呢 你真的是没有能力证明了 那么你只能呢 凭着说 要不要相信这个人 那么这是在佛法说 我们对世间的知识 有三种 第一种呢 是凭着自己呢 的自觉 感觉器官 那边得来的知识 第二种呢 是听来的 那么 从感觉器官得来的 你认为才是 自己最直接的 最亲切的 但是那也不一定对的 去比方说 古代的人一向来 认为太阳 是从东方出来的 然后太阳会下山 其实这是错的 就是眼睛告诉他的 不一定对的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呢 眼睛耳朵 看来听来 都不一定对 那么 现在呢 如果有一些人呢 他跟你讲呢 哪里哪里发生事情 你自己没办法证实 你凭什么呢 比方说 我跟你讲 美国的太空人 上到月球 还在月球上步行 那么 你凭什么相信 你凭报章 凭这个电视机报道 将来相信 那么 你自己没有能力 去到那边 如果每一样事情 你都要自己去 自大的话呢 我肯定你没办法生存 甚至比方说 你买了一架电视机 我跟你讲 你电视机这样开了之后呢 它里面荧幕有节目 可以看 你不相信 不要开 不要开 永远就不能看 那么 就是说你本身要去接触 那么如果你没办法接触的话 你就只能靠听来 听人家说 那么那说的人 知的不知的人 你信 是最关键的问题 那么现在 我刚才这样讲的这些 轮回的报道 你就必须自己 尽量的去多接触 而不是盖住眼睛 就说没有 那不管也没有这个 轮回 我们看回我们自己 以佛法说呢 我们是 从过去是 转世到今天 那你必然会这样问说 既然如此 为什么我对前世一无所知呢 那么 按照佛法所讲的 这个轮回转世的现象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佛法说 我们众生 迷惑 现前的警戒 什么叫现前警戒 现在眼睛看到耳朵 听到的 就叫现前警戒 然后呢 你所迷惑警戒里面的东西 你去观察的时候呢 你就失去了你某些能力 没办法观察了 那么你就知道 只有如此 所看到才是真的 比方说 如果你去看电影 你进入电影院里面 看那个那一套戏 你整个身心就投在那套戏里面的时候 你就忘记了你自己呢 是在看戏的 你忘记了这个戏以外 有这个世界的存在 你整个人投入的时候就这样子 那么在这个轮回的过程里面 一旦呢 我们投入了这个 母亲的这个胎里面 来出世 我们就很多东西 也跟他忘了 就是佛法 有这样的一个解析 那只有少部分的人 他过去是修得比较好一点 偶尔他会记得一些 那么 你忘了不等于没有 那另外 每个人出世 都不跟父母亲一样 就是 同一个父母亲 同样的米饭 吃出来呢 有不同的性格 不同的样子 那么这些 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呢 不绝对通通从父母那边来 一定呢 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 而这些因素呢 是跟你个人有关 跟别人无关 既然是你 跟你个人有关的因素 其实呢 你还没出世之前 就有一些因素 在影响着你的 这也说明 确实有一些因素 在影响着你 来今生 长成这个火爆这样子 所以呢 是有轮回的 就有前生的 那圣级呢 也有很多人 有这个经验 跟人家相碰面 说 他觉得这个人很面善 好像以前见过面 不懂在什么地方 那以佛法来说 这是你过去世 跟他有缘 那再来我们人 在死后 每个人呢 都希望死后呢 能够过得更好 这就是很笑话 因为他 又不清楚是不是 总之他希望是如此 为什么这样子呢 当然也有很多原因 就是说呢 很多死后的人 他呢 影响活人 让活人知道 他存在 那么 有些人 死了之后又回来 他讲出他死的警戒 因为将来我们人呢 就相信 人死了呢 还有在继续活动 这就是 这些人 他们就相信 有轮回了 那如果说 你没有遇到这些现象 当然呢 你就很难信了 所以 轮回呢 也不可能单凭呢 我这样几句话呢 就能够 说服你 因为你自己要去 接触这些证据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佛法 讲这个轮回 是怎么讲法 在佛教里面 讲的轮回呢 有所谓的 三界六道的轮回 意思说 我们在 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 一直那边 一直变来变去 其中呢 有不同的地方可以去 那么我们人间 是一个地方 除了人间以外 还有其他地方 那么 佛法称为这个 六道 什么叫六道呢 六道是天人 也称为天道 再来是人 再来叫做阿修罗 还有畜生 恶鬼 跟地义道 六种 方向去 轮回生死 那人呢 当然我不用说了 你们都看到 畜生呢 你们也看到了 那么 除了这两个之外 其他的呢 我们一般人 看不到 那我就 大约 根据佛法的讲法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三界六道 所谓的三界 就是说 我们 众生的生命呢 可以分为三种类 第一种类呢 就是说 它有这个身体的形象 而且呢 有某一类的烦恼 这些烦恼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 财 赤 明 赤 穗 这一类的烦恼 其实主要是什么 最主要是这个 盈意的烦恼 就是赤 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身体 还有这个盈意的烦恼呢 这一类的众生 佛法 把它归类为 叫做 欲戒的众生 那 欲戒的众生里面 有六道 就是欲戒里面 有天人 什么是天人呢 天人就是 某一类的众生 他在身的修行 修善法 然后死后呢 他就到 那个地方去 叫天 这类的天呢 不一定是 佛在空中住 佛法说 这天人呢 有两种类 一种地居天 叫空居天 那么 跟我们人类 比较有 来往 接触 还会有接触的天人呢 有所谓的 四天王天 跟这个 道立天 这两种天的天人呢 还会 跟人间的人接触 依佛法说呢 世界各地呢 记载呢 天人呢 来这个人间 接触 多数这两种天人 那么这个 怎么样会去 上到天呢 就是说 你只要你在 做人的时候 尽量修善法 不要造恶 你就有机会 升天了 那如果你是 升到最低的天 叫做四天王天 他的寿命 是五百岁 但是 他这五百岁 他的每一天 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那边 一天呢 就等于我们 这边呢 五十年 就我们这五十岁以后 他那边 才过了一天的寿命 然后他有五百岁 那么如果他修得更好呢 他就上到这个 叫道立天 道立天的天人 寿命是一千岁 然后呢 他们那边 每一天 一热一夜呢 我们人间是一百年 那么 这个四天王天 跟道立天的天人呢 他们有能力 看到我们 根据佛法说 他们能够看到我们 但是我们看不到他们 就是说 月高层的天呢 能够看低的 低的不能看高的 那么如果你修得更好 你就会到第三重的天 叫月摩天 月摩天也是一样 寿命呢 就更长了 他那边 寿命是两千年 那么 一样的 他那边一热一夜 我们人间呢 是 两百年 他寿命两千岁 他们那边一天一夜 人间是两百年 那再上去叫 斗帅天 斗帅天的寿命是四千岁 那么他那边 一热一夜呢 人间是四百年 再上去 第五个天 叫做化乐天 化乐天的 这个寿命是八千岁 那么 他那边呢 一热一夜呢 人间呢 就是八百年了 再上去 他化自在天 寿命是一万六千岁 所以呢 这些天 一个比一个寿命还要长 那么 越高的天呢 他们享乐快乐 就越来越快乐 这是天天的果报 那其中呢 这个 斗帅天 根据佛法说呢 是 我们这个世间 凡是佛 要在人间出现 他们呢 最后一生会在斗帅天 然后呢 他会从斗帅天 降生人间 来成佛 那么 在这个 最低的两个天呢 是天王天 跟道立天 天人 他们呢 是靠近我们人间 因此 以佛法说呢 一些管人间鬼神的那些天人 就属于这两个天 就道立天跟是天王天 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个天呢 他们是不理人间的事 而且没有来往 这是佛法说讲的这个天 这个说法呢 跟 其他的宗教的说法 有点不一样 基督教呢 讲的天 是讲的天国 就是 永生 跟上帝在一起 只有什么一个天 那佛法说不止这样子 那么 基础说 佛法讲的这个 畜生 畜生呢 就是我们人类所知的 这个 这个 动物 但是还有一些动物 我们人间呢 不一定看得到 有时候有人看到 就是好像龙 龙呢 根据佛法说 也是一种动物 那这种动物呢 它也可以在天 跟天人在一起 就是它可以接触什么呢 可以跟是天王天的天人接触 那我们人间就不一定看到了 那么 也就是说 有一些动物是在我们人间的 有些动物在呢 这个 四天王天 跟 道理天那边活动 那 那至于说这个 鬼 鬼呢 在佛法 啊 讲的鬼 跟一般 的宗教 讲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说 鬼不一定是在地狱 一般人 其他宗教讲鬼呢 是在地狱 根据佛法说 不是 他说 在 人间住的地方 有很多鬼 在地狱里面也有一些鬼 那有一些鬼呢 也是一样跟这个 最低的两个天的天人住在一起 就是 四大天王天跟道理天的天人住在一起 那么 我们佛法里面有个 啊 这个 所谓的天龙八部鬼神 这 天龙八部鬼神里面呢 有一些鬼呢 就在其中里面 啊 那么 这个鬼我们佛法把它 特别一个名称给它叫恶鬼 多了一个恶字 所以说多一个恶字呢 就是这些鬼到终身是因为他过去是没有修善 啊 那么 吝啬 那因为他这个修善吝啬不肯给人家 吃 啊 造成呢他死后呢 就会堕落 很贪慰 经常觉得自己肚子饿没得吃 这种果报就出现 那种果报呢 啊 凡是做鬼 哦 他们呢 就经常要面对这个吃的问题 啊 所以称为恶鬼 啊 那恶鬼里面有两种 一种恶鬼有复报 一种恶鬼叫没有复报的 有复报的鬼呢叫复得鬼 没有复报的鬼呢叫无才鬼 那我们中国人呢很很喜欢拜的一位叫大贝公 大贝公就复得正神 哦 他写复得正神 其实就是复得鬼 这一类鬼呢 他的缘分好 有人呢不时给他吃 拜他他有的吃 那如果是无才鬼就没人理了 就饿 饿 他又饿不死的鬼 啊 那么这个 啊 另外一种众生叫第一道的众生 第一道的众生呢 根据佛法说 这个 地域哦 并不在人间 哦 是在我们的地底下 哦 那么 这个第一道里面最低最低的地域呢 叫做无间地域 又称为阿弼地域 那在那个地域里面的众生呢 寿命是无量无边 很久很久的哦 啊 那么 啊 你们经常会听到 所谓的十八 十八成地域 什么叫十八成地域呢 就是十八种地域 不是十八成 这十八种地域里面 有所谓八个热的地域 八个冷的地域 这八个热的地域 加上八个冷的 就是十六个地域 那十六个再加上 刚才讲的无间地域 就是很长 寿命很长的地域叫无间地域 然后呢 另外还有这个 啊 八个热地域的 边缘呢 还有另外一些小的地域 叫做孤独地域 所以呢 地域呢有很多很多 主要的有十八个 啊 那么地域众生的寿命又是怎么样呢 地域众生的寿命哦 就是说 最短最短的这个地域的众生呢 啊 就是在等活地域的众生 他们呢 是什么呢 是四大天王五百岁 那么 是他们的一日夜 然后呢 他们的寿命是五百岁 换句话说呢 他就是四大天王的岁数的 啊 成方 五百岁的五百次方 这样长的寿命 啊 那么 第二长寿命的这个地域的众生呢 就是啊 叫做黑神地域 那么呢 他们的寿命是一千岁 这一千岁呢 他一日一月呢 是这个道立天的一千年 也就是道立天的这个 啊 一千 一千年以后 才等于这个 黑神地域的一日一月而已 那么 他的寿命就是说 一千 一千岁的一千次方 的那个 道立天的寿命 那道立天的寿命 又是我们人间一百倍 谁呢 他就是一百呢 在乘上一千的一千次方 啊 就这么长这么长 所以第一呢 的寿命很长很长哦 我就大约这样的介绍 那么 第一的众生在做什么呢 刚才讲 天人在那边享受快乐 享受什么呢 盈郁啊 赐啊 感官的快乐 那么第一的众生在享受什么 在享受感觉 感官的苦 就是说 如果你造很多恶业 过去是造杀业 损害众生 那么呢 你就很容易的堕路来第一道 那在地域里面呢 你要受很多种类的苦 那么 有所谓的 热的很热很热 冷到很冷很冷 或者呢 你在地域里面呢 有一些被处罚的一些警戒出现 比如说你会被烫油锅 会被 刀三刺 甚至呢 会被 跟你的舌头 用那个梨跟舌头 这种种种的苦 叫做第一道的苦 那么 地域众生呢 都是在苦中 那第一的果报呢 它受完了之后呢 它依然可以回来做人 将来也有机会升天 就是所谓的轮回的现象 那除了出生天人地域 人间 二鬼 还道的众生叫什么呢 叫做阿修罗道 所谓的阿修罗呢 就是一些很凶猛的一些众生 称心很重 很爱斗的 众生叫阿修罗 那阿修罗呢 在哪里呢 阿修罗 有些住在人间 有些就是人 有些是天人 有些是恶鬼 有些呢 是出生 也就是说阿修罗 除了地域之外 天人也有 人间也有 鬼道也有 出生之间也有 那阿修罗 接近天 天有哪几层天 可能有阿修罗呢 就是在 最低的两层天里面 有阿修罗去住 这个叫做阿修罗道 那怎么众生会做阿修罗呢 就是说他过去是做很多善业 做很多善事 然后呢 他因为他的称恨心很重 那么他死后呢 他就叫阿修罗 那佛法说呢 众生呢就有这几类 然后呢 所谓的轮回生死呢 就在这几类众生里面 来来去去 这叫做生死轮回 那在这个 生死轮回的过程里面 啊 我们呢 有时候善 善的因果现前 我们就去到善道 二的因果现前 我们就转生到恶道 啊 这叫三界六道 啊 那善恶道呢 恶道就是畜生 恶鬼 跟这个 地狱的众生是属于恶的 那么什么是善道呢 就是做阿修罗 做人 跟做天人 是属于善的 啊 那么我们呢 就在这善恶的因果里面呢 轮来轮去 转来轮去 一直无限期的在那边轮回着 那么这样的这个 轮回是 啊 如何去产生的呢 就是说 啊 异佛马说是因为你的业 啊 你造了一些行为称为业 那么这些行为它将来成成为果报 那那你死的时候呢 你的一些 心呢 制作的警戒 随着警戒呢 你就去投胎 啊 那么这样一生又一生又一生 啊 那么每当你死的时候 根据佛马说 每当你死的时候 你不愿意承认你死掉 你呢 还希望呢 看着你 啊 活在这个世间 那你就会去追求呢 啊 啊 那警戒里面的感觉 随着它去 然后呢 你就会来投胎 又再来 世间 继续轮 啊 那么 既然说我们 在这个轮回里面有六道 啊 做天人享乐 啊 啊 那么人间呢 佛法说有苦有乐 那如果你多路出生地狱呢 你经常是受苦比较多 嗯 嗯 那么这样子 到底 佛法说苦是 为什么说轮回是苦呢 原来呢 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 很多东西呢 不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呢 它都要出现 啊 不只是我们不想要 啊 它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那经典里面经常这样说 它说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辗转相报 意思说 假如呢 你是一个杀羊的人 那你杀很多羊 哦 那么 在因果上呢 你就欠了这些羊的命 那么 当你死了之后呢 因为你跟羊的缘分很深 那么你在死的时候呢 你就会追求呢 去 啊 羊的警戒去 比方说 可能你看到羊 你很想 很想再抓几只来杀啊 啊 啊 就是说你死的时候 你心中出现羊的警戒 你就追去了 然后呢 你就会去投胎做羊 那你做羊的时候 你在赔命咯 啊 就会被人家杀杀杀杀 杀到最后呢 你这个 杀羊的果报完了 你会来做人呢 那做人的时候呢 因为你过去杀羊的习惯 你又想杀了 然后那些杀你的人呢 他又 又啊 变成羊 让你杀回 这样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所以佛经说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这样 互相欠来欠去 这是一点 那第二点呢 那第二点呢 有时候呢 你做了一些 三页 二页呢 你会是重复的做那一类的众生 啊 在佛法上有这样说 如果你做了好像蚂蚁之类的众生 啊 他的寿命很短 但是你会重复 一直做做做做做做 好多千生都在做蚂蚁 啊 那你在做人呢 佛法说不容易 哦 就说呢 啊 人呢 要修一些善业 他才可以做回人 啊 那么在做回人 的那个机会哦 就比做 这个蚂蚁呢 来的少了 因为蚂蚁你一做呢 可以一直联系几千生 做人可能做了一生 你又不做人了 又去堕落做别的了 所以呢 啊 啊 做人生难得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就来看看 如果我问你 现在你是人 你愿意不愿意呢 跟猪一样 你愿意不愿意跟蚂蚁啊 跟粪堆里面虫一样 你当然说不愿意嘛 因为你人的智慧 比较高 能够看清楚 那些是苦的 啊 那种生命是苦的 你就会说不要 我的意思是说 你站在人的那个能力 来观察 啊 很多众生的生命呢 在你来看呢 你不值得 过那种生活 给你也不要 啊 那同样的呢 我有说 在天人来看哦 看我们人间的生活呢 他们认为 一点也不值得 啊 就是说 天人在里面享受快乐 非常舒服 我们人间的东西 他们看来是 一点也不值得那样过活 啊 用一种比喻就是说 我们人的眼光看 分队里面虫的那种态度哦 就是天人呢 看我们人间人 也是一样的态度 他们认为呢 那是 很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按照 啊 这个 智慧比较高的众生 啊 瀑爆比较高的众生 看那些比较低的众生 他们认为他们的寿命是很苦的 啊 那么 以这个 天人呢 看我们人间的东西很多是臭的 那我们人呢 看那些分队里面虫是臭的 啊 那 现在在看回我们人间看回自己呢 啊 如果以人看回人自己 佛说也是很苦的 为什么 佛说这个世间呢 一直无常变化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国家 啊 啊 历史上证明 一直在变 啊 那么 国家都不能永恒 家呢 更不是 更不会永久 啊 都一直在变迁 啊 不但这个 国变迁 家变迁 还有种种的斗争 啊 这是世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原来呢 因为 在这六道终生里面 大家都有那些烦恼贪欲 那大家为了满足追求他的烦恼贪欲的需要满足呢 他就会啊 司法拥有更多的东西 他他要拥有别人就会损失 那么就要斗争 所以呢 佛说在这个人间哦 有好几种斗争 什么斗争呢 就是打仗 啊 佛法形容叫刀兵切 啊 刀兵切呢 就是说 种种的战争在人间 一直 不会停止的 一直要发生 啊 不管呢 这个社会怎么进步 啊 战争呢 才能解决人的某些问题 啊 因此呢 人呢 居然不愿意战争 但是人还是继续在战争中 那另外一个苦呢 就是在这个世间哦 有很多种病 科学不管怎样发大 病呢 一直在变 啊 也就是说 我们因佛法说这个病哦 是我们过去是造一些恶业 就会得到病的果报 啊 但是我们 在我们感觉来 那是一种 啊 病菌传染等等因素 但是佛法说 不止这类的因素 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因素 那这些病哦 啊 在人间的人呢 就很惨 啊 就人间的人 他有很多很多种 传染病啊 啊 也说一死是几千人啊 还有呢 另外一种苦 佛法里面说是饥饿的苦 就是说 每过一个时候 叫做 饥饿的这个窃来 哦 那么呢 人呢 叫饿死非常非常多 啊 那么 再来就是这个 叫做 水 跟火 这水跟火是说什么 就是说 啊 每个一个时候呢 就要大水淹 淹这个世间 啊 还有每个一个时候呢 这个世间呢 会 啊 草木没法生 就是天气越来越热 这热到最后呢 很多人要死掉 啊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火灾跟水灾 啊 还有刀兵妾 肌预警戒 肌预警戒 肌预警戒是饿死啊 还有这个病啊 啊 那在人间就这种种种种的苦恼啊 啊 就算我们今天 我们活在新加坡生活的舒适 以佛法说呢 是我们新加坡人过去呢 都修 大家修了一些好的业 来到新加坡 那对于那些没有修的好的呢 不但呢 没得吃 连水都没有 啊 这就是他们呢 受到所谓的肌颈窃啊 啊 那么 人间呢 就这种种种种种 不如意的苦恼的事情 啊 所以佛说呢 这个 你轮回在人间是苦的 那我们作为人哦 还有一些很苦的事情 就是说 大多数人 富报比较少的呢 他必须呢 很努力很勤劳的 去做工 来养活自己 啊 这也是人类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啊 那 如果以这个 天人 他们呢 是不用做工的 他们的富报啊 他们心中动动念头 就有东西出现 给他们使用 啊 那 这是他们的果报 那如果你 果报更差了呢 如果你堕入这个二轨道 二轨道哦 你怎么样努力呢 你都没办法弄到吃 他说呢 必须呢 其他的人给他吃 他才吃得到东西 不然的话呢 他只能吃到什么呢 吃到呢 很肮脏的东西 啊 他才能够吃到 为什么呢 因为二轨道的众生警戒里面呢 看不到干净的东西 一切好的东西 他都看成肮脏 不能吃 但他也没办法 必须要吃 所以啊 在我们佛法里面 这么一句话 他说 啊 一个 如果一条河流 我们人间呢 看是清水淡清水河 啊 那个水呢 人能够喝 那如果是这个二轨道中 看到是龙血 是不能喝的 啊 那如果是天人呢 看到是水晶琉璃很漂亮的 啊 就大家呢 因为感觉奇观不一样 就感受不一样 你感受看到很漂亮很好 他看到很难不好 很辛苦 啊 他就吃不下了 啊 那么 所以啊 这个三界六道里面哦 在人道以下 就是畜生 饿鬼跟地呢 很多很多苦的事情 很多不自在的事情 那做人还好一点 但是我们人呢 还是很多刚才讲 刀兵阶 叫鸡锦 火灾 水灾等等这些灾害 啊 更糟 我说人呢 要占有一定的地盘 维持一定空间 让自己活动 要生存下来 那必须去很劳碌的奔波 啊 这么一生 那你这样做人做了一生 有没有想过 哎呀 我究竟是为谁辛苦 为谁忙呢 啊 很多人呢 到了五十多岁以后 他就会这样想了 啊 那么 到底是为什么 啊 那么佛法说呢 这呢 是因为呢 你迷惑 无知 然后呢 你迷惑你的六根 告诉你的 那些感受 那你在里面呢 身体贪真吃 这是很苦的一些行为 啊 啊 我讲完了这个 啊 其他苦的现象 但是或许有人认为 那做天人不在享受快乐吗 啊 关于这个天人 刚才说 这个三界六道里面 啊 天人呢 啊 有三种天人 三种类 啊 一种类的天人呢 就是跟我们人一样 在享受这个 啊 淫欲的快乐 啊 感官的快乐 那第二种天人呢 他们就 不要这些快乐 他们就在禅定里面 啊 这个路定 禅定在路定里面是非常舒服 非常快乐的 那么如果一个 天人在路定里面 他可以呢 不用吃饭 啊 不用 也不用去听声音 什么也不用 就在里面感觉心的快乐 意思说 啊 从感觉器官那边来的快乐 哦 要跟外景接触的时候呢 从这个感觉器官的转换之后 才觉得那叫快乐的 比方说 啊 你呢 用触觉来摸 啊 摸皮肤呢 滑的你认为舒服 啊 这舒服是从呢 外景给你感觉过来 那 如果是禅定快乐呢 他就跟外景完全无关了 啊 纯粹是自己内心的快乐 那么这一类众生如果他 这个身体还存在着 然后呢 他路很深的定在里面 定中快乐呢 我们称他为色界的众生 那么 更有一类众生呢 连身体感觉 身体也没有了 只有内心的感觉 那这类众生我们称为无色界 那无色界的众生呢 那么定力就更强了 啊 那么这 有 有这个感觉器官 淫逸的快乐的众生呢 称为异界的天人 啊 那么 如果 心定在定里面 不再去接触外景 那么只知道内心的感觉呢 这一类的天人称为色界的天人 啊 那另外一种 连身体也没有了 叫无色界的天人 那其中这个 啊 异界的天人就是说 他呢 还会有这个 贪欲 的 追求和满足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福报 他们追求的贪欲满足 他都能够得到 啊 所以这异界的天人在享受 异界天的快乐 那依佛法说 在这个异界的天人呢 啊 当他们要死的时候呢 比较低的天人呢 就有一些现象 叫做五衰像 什么是五衰像呢 五衰像是说 他要死的时候 他身上的光明会消失 就是天人呢 身上会有亮光发光出来 啊 越高的天人呢 他的亮光越明亮 啊 那么 在这个 最低的两层的天的天人啊 他们身上的亮光呢 还不能比得上太阳光 啊 那么 第三第四 上去的天人 第四个天 第五个天的天人呢 他们身上的亮光呢 就比太阳还要亮 啊 在那里呢 已经没有太阳了 这是他自己身上的亮光 来照明 整个世界 啊 那么 现在呢 如果说你是在这个啊 比较低的那两层天的天人呢 他死的时候呢 只有五衰像 第一个身上的光明没有了 第二个呢 天人哦 他的头上呢 根据佛说 他有一些宝光 就是花光 啊 自然而有的花光 那么 当他要死的时候 他头上挖光 就会枯萎 啊 那第三个五衰像呢 就是 他呢 原本的坐的地方哦 他坐得很舒服 当他要死 他坐在那里 他就不舒服了 啊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呢 他身体呢 会发出一些臭味 就是说 天人呢 是不用去洗澡都可以的 啊 但是他要死的时候呢 他身上的臭味就开始来了 我们坐人呢 就要经常洗澡 两三天不洗呢 身体就发臭了 啊 那天人是要死的时候才臭 那第五个呢 这个天人的身上哦 啊 是不沾灰尘的 没有那肮脏的东西 能够粘在身上 当他要死的时候 那些肮脏的东西 也会粘在他身上 这叫做五衰像 啊 当这五衰像出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自己要死了 那在天人里面 他们是没有病苦的哦 只有享受快乐 然后五衰像来 他就要死 那死了去哪里呢 他的受天的果报 受完了 他死了呢 他就要堕落 因为他没有没有办法修更前进 他就要倒退了 就会倒退人间 或者倒退到地域出生去的 啊 所以呢 这个天人的快乐呢 这个天人的快乐也不是永远的 啊 据说这个社界的呢 在禅定里面 或者无社界天天人在禅定里面 他们会定的很久很久 到他的定律完了呢 他依然的会退到没有定律的预界来 那么呢 继续的回来受苦 啊 也就是说 你如果在这个社界跟无社界 你是暂时躲避了种种的苦 啊 但是时间到定律退了 你也是会堕落回来继续受苦 因此呢 这是所谓的轮回的苦了 其实我们啊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人和事 按照法法说 都是过去轮回的因果带来的现象 就是说这个轮回不只是 你投胎转世的时候发生 这轮回的现象 发生在你日常生活中 你遇到的人 也是你过去是遇到的 再重新遇到 这是轮回的现象了 啊 但是呢 我们重新遇到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就是我前世所认识的人 啊 因为这样呢 你往往你碰到一些人 有时候你觉得呢 那个人跟你无缘无故 你看到他很讨厌 或者你看到一个人 你觉得很欢喜 就是你跟他过去是有那个轮回 上有一些因缘 造成你现前的这个心情 而且心情呢 并没有任何因素在影响 不过是你过去的回忆告诉你 啊 那么现在我就讲一个 啊 佛经里面的一个很很多人都知道的故事 就是 就是 释迦摩尼佛 啊 他在 成佛之后 啊 他的家族 有一次被 他家族的国家 被另外一个国王呢 带兵攻打 那么 释迦族的这些族人呢 因为跟着释迦摩尼佛修行 很多呢 都不想打仗了 那因为佛知道这件事情呢 他呢 认为这个 攻打释迦族的这个琉璃王 他会造很大的恶业 因为呢 这些释迦族很多人修行有正果 那么琉璃王去杀他们呢 他将来的果报呢 会很很重 堕落啊 堕落很久 因为这样佛就去 劝导这琉璃王 劝他不要 打仗 那么 佛呢 阻止他 琉璃王呢 每次带兵要经过的地方 佛就在那边 去见他 那么琉璃王很尊敬佛 那么 他就听宣告 但是到了第三次 他又再去打的时候 佛在劝呢 琉璃王 啊 还是 还是一心想要打释迦族 原因呢 他有些仇恨的心理 啊 就是这个 啊 琉璃王呢 原来他的父亲 当国王的时候呢 把他送到释迦族当人质 就当他做小王子的时候呢 是在释迦族的国家里面呢 做这个人质 那么人质呢 他这个小王子跟其他的释迦族王子在一起生活 但是因为他是人质 所以整天被释迦族的那些王子欺负 所以当他长大的时候呢 还没长大前他就想报仇 那他回去做琉璃王以后呢 他成国王了 他就带兵来报仇 打回这个释迦族 啊 那表面上呢 我们看到是这样的原因 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 那么后来呢 有人问释迦摩尼佛 说为什么呢 佛你阻止了三次了 那琉璃王还是要打呢 而琉璃王又这样尊敬你 他还是要打释迦族 佛就说出他的前因后果 原来呢 佛说呢 这释迦族 在很久以前呢 这些族人呢 是一个村落里面的村民 那么这个村落的人呢 都是靠捕鱼为生的 那么这个 当时那条河里面的那些鱼 就是攻打释迦族的这些兵队 这些军队 然后这个琉璃王呢 就是那条河里面的那鱼的王 那么释迦摩尼佛在当时 他是一个小孩子 那有一天呢 这个村民抓到了一只鱼王 很大只的鱼 就是那个鱼的王 那么这个 当时那位小孩子呢 浩尔王就敲了那个鱼的头三下 那结果呢 释迦摩尼佛呢 他遇到了这个琉璃王的时候呢 他就头痛了三天 就是他的果报 那么 这些被杀的鱼 当时呢被杀的鱼 跟这些鱼村的村民 就有了这个一个很恶的因果 结果呢 到了这个 释迦族 这些族人又在一起的时候 琉璃王呢 也跟他的那些兵 那些小鱼 就他兵士也在同在一起 那大家又在打起来了 所以呢 我们表面上看呢 那是因为 琉璃王跟那个 施迦族的王子的烟囚 事实上并不是 而是整群的军队 互相之间的因果烟囚 在重演来报复 所以在这世间很多打仗的情形呢 就是这种情形 就是说有久远过去的因果 这两群军队要打起仗来 那我们表面上呢 是因为呢 做国王或者军队的降临好战 其实并不如此 大家呢 都有共同的原因 为了将而来战争 那么这个呢 讲的好像很玄 都是 我们佛教界里面的讲法 那 为了让你更有这个信心 你多去了解外界的讲法 我介绍你们呢 可以去上网 现在呢 网络时代 要找这些资料呢 很容易的 以前很困难 你们怎么样找呢 如果你们是用英文的话呢 你们可以 比方说你们上到的网页 你就找这个rebirth 或者找reincarnation 那里面就有一些报导 甚至一些大学里面都有报导 那如果你是看中文网页呢 你找轮回这两个字 那么你也可以找到一些有关轮回的报导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摘入一篇里面 台湾窑后里面 通过里面介绍的网页 讲这个轮回报导 我就照他的这个报导 讲给你们听 这里这个文章是说 在美国一间大学里面的这个精神科教授 叫做史蒂文森博士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轮回的教授 那么他呢 在六十年代 就到世界各地 收集有关转世的这个例子 那根据他的记录呢 有两百多个他收集到 然后呢 他加以分析 然后加以去研究 那么就 并且还出了一本书 那根据他的研究 他说呢 能够记忆前世的小孩子并不很多 而且呢 这些能够记忆的小孩子 一般上在他三岁的前后呢 他会记得 到了六七岁以后 他就慢慢模糊忘记了 也就是说呢 很多小孩子会记得 过后他忘了 那么这些能够记得的这些小孩子呢 如果呢 他小情绪调查 他就会发现到呢 一些轮回的事实了 这里呢 就他举出一个例子 这例子说呢 有一位泰国出生的小孩子 这个小孩子呢 他凭着他前世 记得前世的记忆 那么呢 他讲出前世某某人呢 是杀他的凶手 而那某某人呢 他今生还跟他在碰面 意思说 他前世被某家杀死了 然后呢 他轮回来转世 成为小孩子 他呢 还记得那个人是谁 这件事情呢 是在这个 还有时间热情 这个小孩子叫做 布洛姆星 在1962年 2月20日 那么在泰国的一个村 叫东家村 那当他两岁的时候 他就一直讲起他过去世的事情 然后呢 他说他过去世 名字叫做查姆拉特 然后这个查姆拉特呢 就住在他出世的东家村呢 9公里之外的另外一个村 叫做发塔龙村 然后他说他在那个村呢 在那个里面死的时候 他呢 还讲出他的父母 父亲 母亲是谁 然后他讲出他当时他家里面有两头牛 还有呢 他有这个 还有讲他有脚大车 是近代的 然后呢 他是在这个 这个发达村 这个发达农村 举行一些祭典的时候呢 被两个男人杀害 他说那两个人呢 在他身上吃了好几刀 然后抢走他身上的手表 和一些金手势 然后把他尸体丢在远远 那根据这个小孩子 就是邦克奇的说法 这查姆拉特 就是他的前身 被杀害之后呢 这个死者 的这个中阴森 在那个柱林那边 徘徊了七年 于是他死后 没有立刻投胎 以这个中阴森状态 七年 在那边流浪 到了有一天呢 他看到他今生的父亲经过 他就跟着他父亲回家 然后呢 就进入他新生的母亲的胎里面 怀孕 当他这样说了之后 就是说 他七年后才转世 然后呢 到了两岁多的时候才讲出来 所以前后差不多十年了 而且呢 这个小孩子就是这个邦克奇 他的父亲呢 也呢 没有跟他谈过什么事情 也没有讲过这个村落发生什么 通通通都不知道 然后呢 过后他把这些内容讲出来之后 那么呢 他的父亲呢 就照他的话呢 去这个东家村里面求证 结果发现呢 他前世呢 的那些事情真的有发生 然后 警方呢 也根据邦克奇 这位小孩子讲的话呢 就去查 最后呢 追捕到那两个凶手 那两个凶手呢 其中一个人 逃掉了 那么 另外一个人呢 就因为呢 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 啊 那么 这证据不足呢 什么原因 不太清楚 但是呢 这些人名啊 啊 所讲的事实 都在发生 父母亲 杀害他的人 等等人名 他都讲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说明了呢 这些孩子呢 记得他前世的这个 生命前世是谁 也证实了有轮回这回事 所以关于这方面呢 如果你们啊 有兴趣去查 这个英文的网页呢 你会看到更多 有关这里的报导 所以呢 轮回呢 并不是一种假的事情 很多人查证出来 那么 刚才讲的这位 史蒂文森博士呢 他还出了一本书 里面 记载好多这些例子 你们有兴趣 可以去查看这些书 为了更加加强这些证据 我这里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是在 有书本可以考察 就是在 新加坡教育部 所编的这个佛学的 中山的佛学课本 里面就也有谈到 这个也是一样 一位精神科的专家 专门研究人的精神问题 他就在研究呢 轮回现象 那么发表一些文章 还在BBC 就是英国广播电台呢 发表出来 那么他发表里面呢 也是一样 他亲身去调查 也证实有一些 那轮回的事情 那么你们有兴趣呢 也可以找这本书来看 那这里我就讲 他所讲的一个故事 他这里说 他查到有一位英国 一位妇女 叫做 Mrs. Normie Henry 那么他呢 能够记得他两世 过去是两世 那么他说 其中有一世 他生活在17世纪 那个时候 他是在爱尔兰 他在爱尔兰 是一个妇女 住在一个村落 叫做Greyhart 那么 这个村里面呢 的事情 那么后来 他们就去考察 那个村的记录 证实当时呢 那个时代 有这样的一个村的名字 然后 这位妇女 她就是 Mrs. Henry 他回忆起 他另外一世呢 是在英格兰 做一个妇女 呃 当时呢 在1902年 他在英格兰呢 在一个城市 那个城市叫做 Dongham 那么这个Dongham的城市里面 他做什么 他做妇事 而且看了好几个小孩子 然后呢 这位 啊 医生 这位研究轮回的医生呢 他去查的时候 在这个Dongham的城里面的资料 记录里面 的确查到呢 有这么一个妇女的存在 啊 这个呢 就是 那些外国的这些专家研究呢 证实有轮回 啊 刚才讲的是那些 心理学家研究这个轮回 那么 近代呢 有一位医生 美国的一位啊 也是心理医生 他跟人家治疗 精神病的时候 用催眠的手法来治疗 那通过催眠呢 他的病人呢 有时候呢 会讲起他的病的原因 是从过去式造成的 那就把过去式的事情讲出来 那结果呢 啊 这位医生哦 叫Sprime Vice 那么他呢 报道了这些之后 他就 写出一本书出来 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基督教徒 他 很肯定 他写了这本书之后呢 基督教徒会攻击他 但他说没办法 因为他 确实证实有这些事情 他就把它报道出来 结果这本书就出来了 那么这本书呢 如果你们有兴趣呢 可以到长青 书记也可以买到 他的翻译中文叫做 生命与轮回 还有另外一本叫 前世今生 啊 那么 如果你要看他的英文呢 他叫 True Time into Healing 啊 那么 有兴趣呢 你们也可以去翻这些书来看 这些呢 都是属于 不是佛教教界里面讲的是 教外的人说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多接触 这一类的 的这些报道 因为有些不一定有能力接触到 那么通过人家报道 你可以知道有这回事 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最主要要让你 确信呢 有这个轮回 然后呢 要认识轮回是很苦的 啊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刚才说了 你 你 人死做羊 羊死做人 一直来来去去 大家互相奄奄相报 报不完 所以佛 佛说 在这个世间 啊 这个轮回苦海 很久很久了了 我们众生在轮回里面 不懂几久 可以算几千万亿年 我们还没有脱离 那么佛来这个世间 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轮回的真相 告诉你轮回的原因 那告诉你怎么跳出这轮回 这就是四圣地的佛法道理 在开始时候 我说到这个轮回的这个信仰 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最根本最开始最基础的 需要的信仰 那如果一个佛教徒 对轮回呢 还是 抱着一个 不懂是不是有的态度呢 那么他对佛法的信仰呢 他经常会把它当成 那也不过是一种宗教 一种善法 那么呢 我呢 任选一个宗教 都是一样的了 如果一个人他对因果轮回 很确信信仰的话 那么他就会很肯定 唯有佛法佛教呢 才是最正确的 那如果你真的确信 轮回这件事情 那么你就要相信 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你所接触的人 不管是好是坏 你都要知道 都是轮回的现象 然后呢 在这轮回现象里面呢 你所接受到的这一切 是以前有关系的那因果 那么精神呢继续延续 因此呢 我们就要更小心的 好好的掌握我们的目前 使到这个轮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呢朝向越来越好的方面去 而不是朝向堕落这方面 这样呢 你了解这个轮回就比较有意义 那么就以现在来说 你们在听我讲这个 世圣地的这些佛法的第一讲轮回 你从头听到现在 可见呢你对佛教呢 也有一定的因缘 不只是如此 也说明呢 你跟我也可能有一段因缘 那么不但是如此 你在这场生活中 跟某一些人谈话 你会很专心听他讲东西 也有因缘 也就是说过去世呢 都有那种轮回上呢 有碰过面 然后呢 你听对方讲话呢 比较听得近 也因为这样呢 有时候呢 有些人呢 他讲话 另外一个人听得下 别人听不下 就是他们过去世轮回的因果 那么关于这轮回呢 我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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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